俗话常说不是冤家不剧头 备受折磨的小美在一场舞会上再次见到了吸血鬼 与其说是偶遇 倒不如直接说是一场预谋已久的阴谋 小美带着诡异的笑容走向吸血鬼的同时 吸血鬼也一脸自尽的朝她走了过来 这两下的自信表情明显是在说哥从来没在怕的 当音乐响起的那一刻 两个人在舞池里翩翩起舞 好家伙 这是直接把舞会当成了个人的solo现场啊 哎不过你还别说 这两个人的舞姿配合的还挺默契的 这身高之间的察觉竟然让女神觉得有点萌 不过跳着跳着就变成了一场争夺权杖之战 为了权杖不被夺走 小美直接把权杖绑在了自己的身后 然后一个百米冲刺冲了过去 吸血鬼配合的倒也是够默契 直接把小美扔到了天空 等到小美一个360度旋转以后再次接回手中 小美快要摔倒的时候 吸血鬼还贴心的扶了一下 怪不得人家常说 渣男最会暖人心呢 两个人在舞台上尽情的表演着 做做的模样让猫咪都无法忍受了 一取完毕 吸血鬼优雅的走到桌边开始调酒 这家伙倒是阴毒的很 竟然在小美的杯子里下来都不要 不过小美早就已经看出了她的阴谋诡计 直接一脚踢翻了杯子 接下来直接开启了两个法师的肉搏之战 连最起码的面子也顾不上了 打的那叫一个惊天动地 一直远无光雅 一个拿着拳杖 一个拿着斧头 这是要玩出人命的感觉啊 更糟糕的是 吸血鬼竟然一丝的劈开了小美的衣服 这时候的小美已经开始气急败坏了 直接砍下了吸血鬼的手指 然后吸血鬼这家伙也不是吃素的 几个回合以后 她竟然挖出了小美的眼睛 这血淋淋的现场 简直让女神不寒而栗啊 如果这两个人凑成两口子 估计每天都会感觉 自己是生存在地球上的最后一天 如果他们两个真的结婚了 又会发生怎样有趣的故事呢 好了 我是女神 喜欢的小伙伴们 记得关注评论转发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